送给老人三句话,很多病都不算病,只是老了而已。 今年已经75岁的刘大爷,自从退休后就非常注重养生,不仅喜欢打太极,还经常出去旅游,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身心,很少会有生病的时候,但最近他每天都觉得自己身体很疲劳,稍微走几步就会气喘心慌,晚上还容易失眠多梦,隔天就没有精神。 刘大爷担心自己得了什么大病,立马就去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,检查结果显示,刘大爷的身体非常好,各项指标都很正常,除了心肌有点宫血不足,想来大爷最近身体出现的异常就是因为这个了。 医生告诉刘大爷,这不是什么大问题,只是年纪大了,身体机能就会开始退化,这都是正常的现象,只要平时多注意,吃一些安神的食物,避免剧烈运动。 有什么不舒服,及时上医院就好了,很多人都像刘大爷一样,一听心肌宫血不足就以为是什么严重的疾病。 自己吓自己,其实老年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,随住年龄的增长,我们的血管也会变窄,导致血流变少,所以心脏的宫血也会变少。 宫血不足就会导致心慌气喘,因为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,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就会让我们如临大敌。 宫血不足只是让心脏跳动得累一些,并不会直接导致心脏疾病,它对于生命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,只要通过适当的药物治疗和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很好的缓解。 除了宫血不足,老年人还会出现一些衰老的症状,听起来很吓人,其实都是正常的表现。 一,便秘是老年人常有的小毛病,年纪大了肠道的蠕动速度也会变慢,肠道就会累积很多代谢废物,导致排便无法保持规律,而且代谢废物累积过久,其水分也会被吸收,从而变得十分干燥,排便就会感觉非常困难。 这种情况都是衰老引起的,可以通过加强锻炼,调节饮食来改善。 二,视力下降变成老花眼。 老花眼的高发年龄是在60岁以上,而一般50岁左右就会开始出现老花的症状,有的老人就会觉得看不清东西好麻烦,其实戴个老花镜就能轻松解决,并不需要过度的治疗。 三,骨骼疏松,行动缓慢。 人体骨骼的钙质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流失,而缺钙会引起骨质疏松,行动不变。 一旦摔倒,后果不堪设想。 这也是老年人需要补钙的原因,但这也不算疾病,只是身体正常衰老的现象。 平时多注意饮食的营养均衡就可以。 四,耳背导致听不清楚别人说话。 老年人常有的问题之一就是耳背。 这属于老年性耳背,不属于疾病范畴。 岁月留下的痕迹也体现在听觉上。 随着年龄见大,听力系统也会衰老,就会导致耳背,所以不用担心。 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,而且至今也没有听到治愈的案例。 不严重影响生活的话,也不用过度寻求治疗。 人年纪大了就会担惊受怕,总是怀疑自己生病。 一旦身体有什么不适就会害怕。 关于这个现象,北京医院原院长,也是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主任的王健业,曾提出。 老年人的血糖、血脂血压偏高都是正常的衰老现象。 别把衰老当病治疗。 同时,他也送给老年人三句话。 缓解老年人的衰老焦虑。 一,许多病其实不是病,只是老了。 年老之后,体力下降,食欲变差。 或者头发变白都是自然现象。 不用过于焦虑,如果是不怎么影响生活的话,就不用担忧。 但同时也要多注意。 如果对其他器官造成影响的话,就要及时治疗。 二,接受自己的自然老去,不要和年轻人做比较。 人衰老的开始就在25岁之后,而45岁之后会加速。 50岁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。 60岁之后就会出现一些老年病。 这几个年龄的分水岭都是人逐渐衰老的正常过程。 三,别总是想着通过动刀子解决问题。 许多老年人身体出现不适都想着做个手术就好了。 其实动刀子很伤身体,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,还是采取药物治疗比较明智,也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。 随着年龄增长,生理代谢也会出现一系列变化。 首先就是基础代谢率的下降,导致老人容易感到疲乏。 因为即使在休息状态下也会消耗能量,身体肌肉质量也会下降,所以就会感到力不从心。 同时,新陈代谢速度也会下降,导致身体免疫力差。 消化系统功能减退也是老年人会出现的小毛病,比如牙口不好或胃口变小。 因为年龄增长,口腔和胃肠道的肌肉也会逐渐失去弹性,导致消化功能就下降了,而氧化损伤也会加重。 所以皱纹也会逐渐增多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身体虽然逐渐衰老,也要在日常的生活做好防护。 衰老无法改变,但是我们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。 做好以下几个细节,也能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。 一、保持平稳乐观的情绪状态。 良好的心态有助于身体健康,退休的老人应该做到自得其乐。 不要因为每天没事做就产生焦虑悲观的情绪。 及时调整好心态。 心态不平稳容易引起人体的生理功能失调,导致高血压、神经衰弱、观心病等症状。 二、合理的营养摄入。 过多过少的营养摄入都是不合理的。 我们要保证营养均衡,才能预防或减轻一些老年疾病。 选择一些低热量、低脂肪、低糖的食物。 同时要多补充钙质和维生素。 摄入优质食物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利。 三、按时体检,及时发现问题。 每年固定一次体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因为有一些疾病,前期是很难靠自己发现的。 而体检能及时发现问题。 病予以治疗,越早治疗的效果也越好。 如果本身就有疾病的老年人,也要记得及时复查。 听医生的嘱咐按时服药。 四、良好的生活习惯应保持。 按时休息,保证充足优质的睡眠。 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。 不仅可以维持身体各脏气功能的正常运行, 还可以提高自身免疫力。 看上去也会比同龄人更加年轻有活力。 四、适当的运动锻炼。 运动是有助于强身健体的。 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 但要注意的是, 老年人的运动要以缓慢的有氧运动为主。 剧烈运动容易导致老年人身体不适, 一不小心还会出现意外。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, 幼无又以及人之幼, 外界的支持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是有益的。 我们要对老年人怀有敬重和关心, 让他们再晚年也能接收到世界的善意, 从而过得轻松愉快。 ور年人快乐。 混合。 三、断江闹, 一、断江闹。